穿了黑T恤 长裤 坐在小本凳上 埋头苦干的忙着休闲 刷完这一双 后面还堆了六大箱的鞋子等着他休 赖先生今年50岁 曾经是一家大陆鞋场的大老板 现在却变成了摆摊休闲 那我们年纪这么大 经常来找工作 那我们也没办法下去找工作 找工作也不能看 你要做什么 你要请你去当老板 回想15年前的呼呼唤语 赖先生说 感觉就像是从天堂掉到地狱 因为遇上金融海啸 整个忧心经营已久的鞋场就在一瞬间倒闭 另外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也全都消失 你要坐下来 这个差距太大了 你坐下来就很难了 也考虑很久 考虑三年了 考虑三年了 拍张走出来这样 走出来就点击装货啊 内心折磨了将近三年时间 赖先生后来终于想通了 他用轻松的方式说出意义声援的感想 那你总要生活啊 要生活那你 就拿自己的一句子传出来 除了外面会放置啊 走出了阴影 赖先生要重新站起来 创造了自己平凡又有声援的生活 整个新闻白建华上半仙台北开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